一大早上班尖峰时段 高雄发生了弃机车追撞事故 而肇事的资小客车驾驶 涉嫌闯红灯 撞上绿灯起步的骑士 两名骑士被撞 手脚擦错伤 另外在屏东方寮 则有重机车队到路口时 却疑似没有保持安全距离 车友撞车友 幸好人都没有大碍 十字路口绿灯亮起 机车骑士准备起步 这时一步银色轿车直冲过来 两台机车同时被撞上 只见身穿紫色背心的骑士 被喷飞到车顶 翻了一大圈后重摔落地 另一名黄衣骑士 则是待坐路边惊鸿未定 我这人放在山上 你给你车祸了 你还没车祸 我去车变红灯 我也晒过 我都没注意 事发在高雄三明区 21号上午 无心驾驶行经顶利路时 疑似闯红灯 分别与70岁及65岁的女骑士 发生碰撞 好在送医后 两名骑士没有大碍 而在屏东方辽 也同样发生车祸事故 重机车队来到路口呼啸而过 但第四台重机越骑越慢 与后方骑士越靠越近 最后隐身撞上 只见重机骑士连人带车滑行 被撞这一下还屁股着地 五台重机 然后一起经过这个路口 然后不知道怎样 第四台的重机就忽然刹车 事发在20号上午 重机骑士行进台一线时 一丝没保持好距离 与另一台重机发生追撞 好在车后当下遭撞骑士 还能立刻站起来 并无大碍不幸中的大幸 记得高雄屏东综合报道